你坊間的書籍一大堆的 我是覺得那個等於是二手三手的資料 因為它等於是把網路上面相關的資料 幫你消化、吸收、整理之後的結果 那怎麼來的? 其實一定是從官方而來的 那官方你就搜尋Python 有沒有 到那個Python的官網 這個Welcome to Python 這應該大家都很熟悉 然後裡面的話 那About Download 第三個就是Documention 這個就是文件 那只是文件裡面的話 它其實有多國語系 所以如果你假設看英文不習慣 你就直接把它切換到那個繁體中文 有沒有 最下面這個 它就會直接給你繁體中文了 這個早期最早我們在教的時候是沒有的 只有英文版 而且最早也是只能看英文 不過沒辦法 那當然目前即便有 你也可以找什麼韓式庫參考的手冊 有沒有 什麼新功能這些 當然你可以自己看一下教學 一般的話如果你想知道說 像同學問到說有關那個 字串的使用方法有沒有 其實這邊都有 其實我跟你講 裡面其實什麼都有 只是說好不好閱讀而已 但是你慢慢 當然不好閱讀你也慢慢 如果假設你習慣 至少它是一手資料的 那裡面的話當然有關字串的處理 其實還是庫裡面都有 比如說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當然是基本語法 其中的話有關字串的話在這裡 文本處理有沒有 這邊有個叫字串 那字串的話呢 有關之前我們用過了幾個嘛 像是Bridge、Strip 其實都在這裡面 它按照順序排列 只是說 這個其實說真的 它就是給你這個很字字化的說明 OK 然後還有一些範例 但你如果看習慣的話也OK 至少是滿好的參考 那假如你看不習慣的話 你大概也可以查一下 比如說Python空一格 然後那個 這個什麼字串函數好了 那其實我還滿推薦 像有一些這個什麼 這個網站其實滿不錯的 它就是一個什麼 針對菜鳥的一個什麼 你可以自己搜尋一下吧 Python字串函數 這邊就有什麼菜鳥教程 對岸弄的 我是覺得至少會比較簡單 有沒有 那裡面的話有關自竄的一個 幾個比較重要的一些相關的觀念 還有一些相 這個比較常見的一些函數 它其實也有幫你把它列取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話 這邊其實也是不錯的參考 有沒有 這邊都列表 或者是會需要用到的 你再去找也OK啦 它其他還有像Charge VT 真的也是滿好的一個 一個參考的一個來源 那只是說Charge VT 畢竟它可能還是針對你自己 還是要有一個基本的功力 不然的話說 它即便給你還不錯的程式碼 但是你還是不會用 但我的習慣是它即便給我 這個參考的程式碼 那我的習慣還是會改寫成 我自己比較習慣的那個語法 我不會全部全盤就是照收 OK 所以這個的話當然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來回到剛剛這個地方 always.work的範本 其實這個也是我網路上找半天 也是看一大堆 然後官方的也是看一大堆 最後我跟各位講結論就是兩行 這樣就OK了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要的只是說 我給它一個目錄 然後它把目錄底下的檔名 跟副檔名 吐回來給我一個串列 這樣的需求 那我找了一下 甚至啦 你可以Charge VT問一下 請問那個Python裡面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函數 它是可以給它一個路徑 它返還給我一個路徑底下的所有檔名 跟副檔名的一個清單 或者一個串列 有沒有 應該Charge VT應該也會 當然我在想一定不是只有always.work 應該還有別的方法 只是說我目前看到always.work 應該是相對已經很簡單了 因為你要用這兩行 你可以把它當範本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樣得到我們要的東西 首先你把這兩行乾脆C Ctrl C 然後先貼到我們剛剛的那個程式的 把這些註解一下 Ctrl E 然後我先把它貼到底下來 讓各位看一下 好 那首先大家有哪些地方要改 因為路徑不對對不對 路徑的話就是 要把全程由於地址的路徑給它 所以我的路徑應該在這裡 所以我把這個改一下 複製一下 把它貼過來 OK 好 第一個的話 我就是給它這個 就是 它要它的那個路徑 OK 所以 因為我用到OS 請記得一件事 因為OS這個模組 它有內建 但是如果你要使用的話 你要必須要加一個Import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使用OS的話 請你先加一個Import Import Import 就可以了 把它Import進來 OK 好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辨識說 OS底下有一個 Work的方法 請你幫我把 Work的方法 這個路徑給它 它會給我什麼東西 記得喔 它會給三個東西 所以你說老師 為什麼我們for 本來 後面不是for i本來是一個參數 為什麼你給三個參數 道理很簡單 因為OS.Work它會吐回來 就是三個參數 所以它丟三個東西給你 那你就要給三個變數 OK 這個到底應該可以理解吧 如果你給一個怎麼辦 很抱歉 就是它給你三個蘿蔔 你一直給它一個坑 那怎麼辦 它漏接了 那就會發生錯誤 所以它一定是給三個 這個是規則 OK 因為OS這個模組 它就是這樣寫的 這個我們無法更改 我們只能follow它的規則 OK 好 所以你說老師 那到底路詞這個名稱 還有DIR這什麼東西 其實我跟各位講 這個路詞 其實指的就是這個名稱 這個路徑 它只是把它抄過來而已 這個DIR指的就是說 你的目錄裡面 有多少個指目錄的意思 就是如果你假設目錄裡面 還有目錄的話 它會幫你把那個目錄名稱 都列在一個串列裡面 不過目前這個我們不需要 因為我們只scale的是檔案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三個參數 其實我們需要就是這個參數 那這個參數名稱 我的習慣 因為它回來會是一個串列 所以我取的名稱 也是跟我原來的那個 這個習慣一樣 因為它是一個串列 所以我就給一個叫List1 所以List1就是把那個什麼 它的資料夾裡面的所有的檔名 跟副檔名 通通都放在List1裡面 好 那接下來如果我想要驗證的話 很簡單 你就乾脆這個先不要好了 我們先把這一行註解 我就直接在這邊加一個print就可以了 print什麼呢 把那個List1print一下好了 看一下裡面是不是我要的東西 print list1喔 好 試一下 執行看看 有沒有看到 print list1 有看到吧 裡面的話呢 它就會把我們要的檔名 跟副檔名有沒有 直接就放在一個串列裡面了 有沒有 這樣就簡單了嘛 OK 所以我們的需求很簡單 只是要找到對應的那個方法 所以啦 以後 你要怎麼學Python 反正就是說 Python裡面有很多的函數 很多的方法 那你可能就要知道說 這些方法 其實就是 在它的那個說明檔裡面都有啦 只是說 可能還是要做一點功課 如果你要徹底完全了解的話 可能還是要稍微知道一下 它提供了哪些這個函數 然後呢 這些函數呢 它可以給你什麼東西 但是也不一定說 一定要每個都知道啦 有時候反正你需要再查就好了啦 那查的管道很多嘛 不外乎以前Google 你可以Google查一下這個啦 但是Google好像 大家越來越不喜歡用了 以後會不會慢慢Google 變成一個歷史名詞了 有沒有 比如說你不會 你Google一下 以後如果你講那個 你Google一下 可能就會被 就是 你是那個年代的人 你是老人 好像有時候 你突然講一個 一個名詞 那樣 這個詞很怪 這個名詞 是好像老人還會講的 好像年輕人都講另外的詞了 你GPT一下嗎 還是你AI一下嗎 還是什麼 OK 不過我發現微軟最近蠻厲害的 微軟現在 它的那個 Bing AI 它甚至把那個 GPT4 直接都放進來了 Bing 就是 BING有沒有 其實就是那個 微軟的搜尋引擎嘛 有沒有 它搜尋引擎以前沒有人用嘛 但現在越來越厲害了 它基本上就是把 那個 GPT 直接就遷入到裡面 而且還分很多個型態 還有什麼精準的 浪漫的什麼的 甚至它最近有一個 蠻熱門的功能 就是直接可以讓你用AI生成圖片 叫做什麼 Bing什麼 什麼 Image Creator 這個還蠻好 我自己玩 不錯耶 真的 比如說你 假設你要產生一個圖 以前可能你用Photoshop 自己在那邊 對不對 那你現在就直接敘述給它 比如說你想要一張圖好了 比如說一張什麼 一隻狗騎著摩托車好了 這樣好了 一隻狗騎著摩托車 像這樣的圖 以前你要自己做 你恐怕你要先找到摩托車 然後再找一隻狗 然後那隻狗的姿勢又要是對的 然後你要把它放上去 那不用 你就直接在那個 Bing上面的 Bing AI裡面的那個叫 Image Creator 你就給它敘述一下 真的要幫你 因為它們產生一張圖 而且圖好像做得 目前看 好像還OK耶 這樣就省掉很多的力氣了 OK 所以AI這東西 真的是好東西 但是現在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因為它要回本 它投資非常多 所以 卻要GPT現在是要收錢 可是我在想說 Bing不收錢 可是GPT要收錢 這個以後怎麼 商業模式怎麼弄 就不知道 反正可能它還是先希望你用習慣 然後慢慢的可能它會推一個付費板之類的吧 應該都是這樣子 好 請各位先試一下 第一個 就是我們已經把這個 就是叫OS.work有沒有 給它一個路徑 然後print出來的話 你會發現 這邊就會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這個檔名跟副檔名出來了 欸 那我們已經有第一個東西 也有第二個東西了 接下來就有點像那個積木一樣 有沒有 或者像拼圖一樣 怎麼把它拼在一起 得到我們要的O.TST 然後把它全部合併在一起 OK想想看吧 應該已經知道 扑之欲出的一個答案了對不對 OK 試一下好了 這個如果可以把它寫 其實程式不多 就是把上面跟下面的合併在一起 那 不過合併完之後 甚至可能像之前就有同學 馬上反應很快 老師可以合併 那可不可以分割 有沒有 當然可以啊 OK 怎麼做 合合分分嘛 一般在處理資料的時候 多半也都是這樣 有可以合也可以分 所以也許可以試試看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這個範本先亂亂看 如果亂完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有個這個清單了 所以我就是 再把底下的這個for回圈 把它叫出來 那這個回圈的話就是 把這個清單裡面的每一個 有沒有 每一個 這個 把它取出來 所以我可以利用I呢 再配合例子一 中國阿虎裡面放I 那我就可以先取得三重中立 所以底下可以做什麼 可以把這兩行有沒有 可以把它放到這個底下 這邊可以把註解拿掉 有沒有 按個TAB 太過去了 所以可以怎麼樣 open的話呢 那就是 這邊可以改成什麼 可以改成list1 中國阿虎I 所以這邊把它delete掉 然後後面就串接 然後串什麼呢 串list1 中國阿虎I 可以 不過這邊可能有注意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今天假設有串接符號對不對 那你這個 這個 反斜 這個什麼 反斜線的話如果 用R 最後這個反斜線會失效 這個要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能還是一定要給兩個 這個比較特殊案例 如果你沒有給的話呢 它會發生錯誤 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我們就是把上面這個串接 把它拿到這邊來 有沒有 然後它就可以怎麼樣 可以幫我直接就串 那我可以把它先 產生 把它全部串一起了 最後的話呢 我一樣 再把它全部存檔起來 所以存檔的話呢 我就把它直接 不要寫在回圈裡面 記得要寫在外面 所以把這三行一樣搬到 這個程式的下方 把它這個註解拿掉 理論上應該就可以試試看好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